PS5港服绑定支付宝和微信出问题 买不了游戏怎么办 首先大部分玩家包括我在内 是可以在港服购买数字版游戏和会员的 只有一部分玩家会遇到这类问题 主要是网络原因导致的 因为港服商店的支付接口 它不在国内 下面提供两套方案 遇到这类问题的同学 回去可以尝试一下 第一套方案是重置支付接口 如果你之前用支付宝或者微信 绑定过PS国服商店或者港服商店 那么进入支付宝或者微信的APP 在里面找到自动支付 绵密支付 如果有PlayStation相关的给它删掉 然后回到PS5上 进入商店 右上角的三个点 选择支付方法 然后删掉已经添加过的支付图标 如果是我们自己添加的支付方式 在右下角会有一个选项 点击手柄的Uption键 选择移除就可以了 这样手机端的支付APP和PS5端都清理干净了 可以重新绑定了 我们在国内只能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 PS港服还有两个带HK的支付宝和微信 还有被保PayPal以及借记卡 这几个就不要尝试了 下面说第二套方案 那就是网络不通怎么办 方法很多 比如重启你家的路由器 重启PS5换用手机热点WiFi 让PS5连你手机的网络 或者过两天再试一下 还有修改PS5网络连接里面的那个DNS 主DNS4个114 备选DNS4个8 或者其他干净的DNS 如果这两个办法都不行 还可以尝试买个加速盒子 像迅游汽油连接宝之类的 只能说试一下 不保证百分之百解决 如果以上两套方案都行不通 那就只能买光盘游戏了 或者买点卡充值 但是自从上次点卡出事之后 我就不敢买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方法 欢迎写到评论区